吴磊在片场意外受伤,令人担忧。 一些娱乐圈的专业青年艺人不顾大多数人的批评, 在下班后完成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其中一位艺术家是吴磊, 吴磊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演艺生涯。 他出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在观众心目中一直有着良好的公众形象。 长大后,他转型成为一名成功的演员和表演者。 人们最近发布了一段他拍摄的视频, 同时展示了他的拍摄能力。 他正在拍摄与侯明浩的战斗, 两人在互动中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情绪, 吴磊在这个场景中经常穿一件棕色夹克, 以帮助他保持专注。 这场打斗戏的难点在于他的高难度, 侯明浩和吴磊的对决由于难度高, 所以总是用特写镜头拍摄。 没有人考虑要求更换, 他们亲自演奏了整场演出。 为了实现更真实的叙事, 两人真的打架了乐音与吴的口角流鼻血。 剧组虽然被这番变故弄得措手不及, 但一听到吴磊的体重问题, 他们立即开始照料吴磊躺过的墙壁。 摄影师在导演的指示下停止了拍摄, 工作人员从他们的用品中取出了一个医用肤部, 用于吴磊流血的墙上。 尽管他在镜头中仍然显得不舒服, 但他的伤势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似乎对工作人员捡起的那张沾满鲜血的指感到苦恼。 老者的鼻子通红, 眉头紧皱, 察觉到对方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他连忙改变了状态。 因为事发后大家马上过来安慰他, 所以他马上安慰了身边的侯明浩。 雷的情商让他印象深刻, 他也为这一幕点赞了吴, 吴磊抱怨自己是九十后, 长相和能力都和年轻一代一样。 不过, 在努力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比如他最近在拍一部抗日战争剧, 事实上, 在拍摄过程中, 一颗子弹意外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伤到了眼睛。 这是因为道具组的失误导致子弹在被点燃之前在吴磊脸上爆炸。 现场条件有限, 起初只能进行最低限度的治疗。 吴京导演因为自己是这部剧的导演而感到愧疚, 受伤时, 吴磊担心会对影片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他没有抱怨, 而是害怕伤害更多的镜头, 因为他不想责怪任何人。 当道具师陪认罪时, 吴磊站出来, 亲自负责拍摄现场。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好好准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会变得更好, 更专注。 这表明我的态度是多么真诚, 吴磊从小就因为调皮活泼的性格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他的背景在当时无人知晓。 十多年的历程, 吴磊的职业生涯对于任何见证过他努力的人来说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 主动进入专业的表演学校。 从那时起, 他与许多受欢迎的电视和电影艺术家合作。 我希望他能在未来的作品中更多地扮演他最喜欢的角色, 为公众提供更好的作品。 杨阳, 从《星级之王》到《球队》的先锋。 4月5日, 由徐济周指导, 冯济, 徐济周担任编剧, 杨阳, 李亦彤, 江陆霞主演, 孟阿赛, 江龙, 周慕吟, 刘朔, 郭明玉主演, 高星特邀还有吴剑。 电视剧《特战荣耀》在东方卫视播出, 虽然有两位偶像般的男女主扮演, 但这是一部久违的硬核军旅剧, 只有战争友情, 没有爱情。 从军剧来看, 该剧也是进阶阶段, 杨阳不再是徐三朵逆袭的传奇, 而是与铁血军规碰撞后的强大个体王者的成长蜕变。 这是一个从邪恶到普通人的故事, 杨阳的硬核回归军人本色, 《特战荣耀》主要讲述了严破月, 杨阳是这个兵王, 单兵素质出众但与集体格格不入的故事。 类型关爱千雪, 李毅同事与队友郭小小, 蒋鹿霞氏, 肖云杰, 孟阿赛氏等并肩战斗, 共同成长, 最终成长为一个充满激情的人。 优秀武警特种部队成员的军事故事, 同期发布的主海报中, 剧中主演亮相, 无畏坚毅的眼神, 让人对剧充满期待。 杨阳饰演男主严破月,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 出演过《红楼梦见党》 《你是我的荣耀》等影视作品。 在剧中, 他回归军人本色, 以刚毅刚毅的外表诠释兵中之王严破月。 经过严酷的训练和重大事件的洗礼, 他逐渐融入了这个群体,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武警战士。 李毅同一改往日甜美作风, 在伴妖青城, 神雕侠侣, 和居等热门影视剧中表现出色的 邋遢冷艳的知性军官爱千雪华婷。 这种对比鲜明的表现可能会给观众带来惊喜,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蒋陆霞在剧中饰演 明朗豪迈的郭晓晓。 凭借鸿海行动获得最佳动作女演员奖的他, 将独特演绎女性角色的坚韧与无畏, 多处拍摄耗时274天, 作为当代军事题材, 该具历时274天多地拍摄。 为确保战斗动作严谨, 专业, 主要演员在现役军人的指导下 用心体验角色, 刻苦练习实战动作, 力求最大程度还原军人风采。 故事中, 独立顽强的新兵炎破月 以90后新生的身份积极参加了艰苦的训练。 从烹饪班到特战队, 他逐渐走出了自己的世界和阴影, 在血与泪的战斗中, 他从刺头兵成长为班长, 流露出当代军人无畏的青春和热血。 此外, 该系列还从多个层次、 多个角度刻画了军人的画像, 展现了不同人物设定的共同成长与蜕变, 表达了他们对理想和自身价值观的不懈追求, 树立了新时代的英雄榜样, 传播积极的价值观。 值得一提的是, 播出日期恰逢武警部队重建39周年, 该剧的播出也是为了向中国武警致敬, 王牌幕后打造, 该剧强大的幕后团队 也为优质军事题材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独立而张扬的少年与铁血的军规碰撞, 展现了那个时代年轻军人的家国梦, 徐济周导演指导了中国刑警、 黑色风暴、 不可磨灭的数字等多部知名作品。 著名军事青年编剧冯继参与创作, 其编剧作品红海行动解密火栏之刃, 深海之剑和平船等深受观众喜爱。 通过鲜活的人物和情节, 让观众感受到了英雄的赞誉, 呼唤着热血的正能量。